如果說我今天不是說只要新增一筆 我是新增全部 而且新增完之後 我要把舊的資料全部刪掉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我們的模擬情境就是說 可能你有很多同時很多人輸入同樣的東西 也許是會員系統 那前端比如像健身 現在健身很夯 那每個很多業務前台人員都有很多的自己的業務 但是我前前都有很多自己的會員 但是我們最後勢必還是要統整起來嘛 不然我怎麼知道 我老闆我怎麼知道說哪一個哪一個 你不能說分散給我嘛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想 就是最簡單的方案其實是用資料庫 會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你用Excel Ctrl-C,Ctrl-V嘛 大家互相再摳來摳去嘛 不是好方法 所以大部分還是用資料庫把它統整在一起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把這些資料統整在一起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怎麼做呢 不外乎就是什麼 把剛剛的東西 像Excel裡面這些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丟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那每個人都這樣做 然後記得最後把它刪掉 OK 那刪掉之後的話 那資料都到資料庫了 所以丟過去之後呢 那等一下我們要練習 怎麼樣再把它撈回來 而且撈回來 是大家所有人的資料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就是雙向的 那當然這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一樣 在Visual Basic裡面 新增 再把它改成叫新增全部 所以你就按Ctrl鍵 複製一個 那這邊的話就再一個 叫新增全部 OK 好 資料太大了 沒關係 拉一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名稱叫B4 這樣邏輯比較簡單 也不用再去想說這個名稱叫什麼 然後呢 點它兩下 這時候呢 會產生一個B4 Clicker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裡面呢 要寫什麼樣的程序呢 基本上 你可以拿剛剛的東西來改 剛剛的話是直接抓最下面一列 那 我們現在是要怎麼樣 我們現在這些啦 OK 那這些的話呢 當然就 For i 等於3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做什麼呢 先把它 它這個DI列裡面的東西一個一個抓到A B C.E 然後再丟給什麼 利用ADO新增資料 有沒有 然後新增一筆之後呢 isq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最後做完之後怎麼樣 再幫我把舊的資料 就這個範圍的資料 把它刪除掉 那刪除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 Clear Contents比較簡單 就是Range 這個Range 裡面的東西幫我Clear Contents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舊的刪掉 那丟過去之後呢 再把它撈回來 所以待會我們還要需要一個按鈕 就是查詢全部 把它新增過去囉 再把它查回來 放在這邊 兩個動作啦 不過其實應該會比你想像中的簡單啦 程式因為有些前面都寫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我已經寫好的東西 放在雲端上 就B4這邊 直接怎麼樣 Ctrl C以下 不過應該你們都看得懂啦 沒有多很多東西 我把B4這一段 直接放在下面這邊好了 不要放這邊 把它放下面好了 基本上B4 Click做什麼 一樣呢 去抓到R的位置 For I等於3到R 3到最下面一列嘛 就8對不對 然後呢 先把裡面的 其實這個改成B啦 或者改成2都可以啦 我這邊看個人習慣 比如說你第二欄到第六欄可以啊 或者B到E也可以 然後分別把資料先丟到A到E 然後在Core利用ADO新增資料 丟過去給他 然後就新增一筆 對不對 新增一筆之後的話呢 然後再新增下一筆 就是換第四列 第五列 一直到第八列 全部都新增過完之後的話 在Mesh Box 已經全部新增資料 OK 不過後面這邊的地方 我記得好像刮五可以不要也可以加 然後你們懂嗎 豆點之後的話 這邊會跳出什麼 你要那個的圖示有沒有 那這個圖示 基本上我們剛剛是什麼 VB Information VB Information是一個驚嘆號 一個Information的一個圖示 裡面當然有很多其他圖示 Vision你可以再加個VB Information OK 那當然 裡面還有其他圖示 那個icon 可是我覺得它在設計的不好 就是說 它裡面最好是有圖示讓你選就好了嘛 可是因為怎麼辦呢 所以以前我剛開始是找 好像也沒有書 有啦 有些書籍好像會給這些圖示 但是現在好像也找不到這種書籍了 好 那就怎麼辦呢 只好一個個慢慢試了 沒有問題 所以以後啦 那不用傻傻一個慢慢試 你知道一下 大概常用的不外乎就是 VB Criteria 就是一個好像一個警告的符號 一個三角形還是什麼 然後VB Information等等 這有些常用的 你看得懂的 你也許可以試穿去看 VB Information 好 那這樣的話最後就 再來就是把B3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的範圍資料刪除 如何在最後再刪除 最簡單的方法 一共Range Range一定是左上角到右下角 左上角是多少 B3對不對 那右下角是哪裡呢 F 但是最下面一列有時候不一定 因為資料量不可能永遠是8 所以如果你用F8不準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F&R 因為R是自動抓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R放到這邊 那R是8 所以變F8 這樣的話呢 再利用Clear Contents資料就刪除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不過如果你是大量資料的話 最好可能要有一個進度狀態的 然後慢慢跑 慢慢 不然的話有時候如果幾萬筆的話 那使用者根本 他只會一直轉轉轉轉 會搞不清楚到底是跑到哪邊 所以那個東西當然也有必要寫 可是那個東西也不難 但是怎麼做 不過後面我會講到 這個也會講到 進度狀態列有沒有 你應該應該知道吧 就是那個跑出來 然後跑到第幾筆 不然的話 那狀態就是反正就100% 跑到多少對不對 就有點像轉檔程式 只要你要讓 使用者等待時間過長的話 都有必要 不過那個東西 這個之後再來看好了 我們先提示一下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啟動表 啟動之後 然後一樣全部新增 按下它 好快 馬上就 不會因為筆數不多 而且你們如果把它清掉 如果嫌太快的話 你自己再複製貼上貼上 一直貼 多貼幾筆吧 或者你可以再找一個大一點的資料 幾萬筆資料跑跑看吧 不過我記得那個時間也不會太久 OK好 那把它全部新增了嘛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全部新增過來了 其實重新整理一下 過來了對不對 那可是過來了之後呢 那問題我要怎麼樣再把這些資料呢 再把它搬回來 放在這個儲存格 放在這個儲存格 全部把它查回來 其實這個時候呢 也很簡單 剛剛是insert into 可是我們sicle ifa 你把它改 select所有的from 什麼問題1就好了 那剛剛我的同學馬上就很 就是 馬上有一個反應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多一個myrs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這個myrs如果insert into的話 它回來 它會有回來的東西 可是回來的東西是沒有 no沒有東西 因為不是查詢 可是如果你後面這個條件呢 如果是select的所有方式 它會怎麼樣 它會把查完的結果 丟到這個myrs的變數裡面 這個myrs實際上就是一個recoset recoset實際上就是 有點像是放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 那我們可以把查到的資料 先放在那個表格裡面 那等到放那個表格呢 你再怎麼樣 再丟到這邊來就好了 那丟到這邊來 會不會很複雜 不會 我覺得VPA還蠻棒的就是一行就搞定了 它有一個方法 Range裡面有一個叫做 copy from recoset copy 有沒有 from recoset 一行就搞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兒再來 你們先試試看 全部新增好了 等一下就有個什麼 全部查查查查詢全部好了 反正就是查全部查回來 結果過去也有個過去 過去也有個回來 至於如果你還要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能 可能包含什麼關鍵字查詢 比如說你要查這個會員 叫什麼名字 或者身高大 小一段 那個查詢功能 你可能在額外再建一個表單另外查 或者他要修改資料或刪除資料 最好不要混在這邊 你可能另外再開一個表單 然後去做你剛剛 那個可能延伸性就非常大 那可以要寫一個系統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其實一個系統本來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你說以前我們做的工作裡面 很多都是把表單做出來 陳詞寫出來 資料庫可以work 就可以結案了 裡面其實就做這些事情 那做這些事情的費用 其實都還蠻高的 不過我現在是當然有行情有盪一些 不過還是應該也不算太低的價錢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學好的話 其實要寫一套什麼什麼會員管理系統 或者是什麼什麼什麼系統 或者現在常常很多人想要用的什麼進銷唇 或者是反正諸如此類的 其實都是從這邊延伸出去的 那不外乎就是查詢新增修改刪除 你用進銷唇不外乎就這樣 不是有沒有一直進貨 出貨對不對 出貨就可能刪除嘛 那修改訂單有沒有 然後把資料查過來 放在哪個地方 大概這些其實就綽綽有餘了 如果你還不夠 請你把SECLE那個部分好好學 SECLE裡面 好像我剛剛推薦那個 W3School裡面也已經蠻多了 它裡面還有一些單元 你就照著去把它學習 再不然你就是坊間找一本 你覺得看起來寫的比較完整的 SECLE語法教學的書籍 稍微了解一下 我想就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 OK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全部新增的部分 再試試看